上個星期,我們的編劇阿康 很不幸地成為了辦公室裡頭的第一個小洋人 Oh, what a pity, I'm sorry to hear that 幸好,阿康現在已經康復了 成為一個真真正正的洋康 但洋康好像是奸的 算了,還是做洋過,沒有隻手,是帥的 而令我很感動的是 雖然阿康是洋了 但依然堅持寫稿 甚至將自己洋了的經歷分享出來 這些就是敬業 好,非常不錯 今個月照舊扣他存近 好,我們先說一下洋康 根據阿康所說 那晚他下班,回到家順手測了抗原 是什麼家庭,順手測抗原 然後當阿康發現自己洋了之後 他呆在那裡 因為他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明明那幾天他都沒有去過 做了上班,就回家 回家還要開車 沒理由會出事的 除非病毒鑽入車,去撥他 正當阿康白思不得其解的時候 阿康妹妹,阿康妹妹 就在房間裡走出來 面上同樣掛著,一樣不可思議的表情 兩兄妹生得似,很合理 手上同樣拿著兩條鋼的檢測盒 同一個牌子,一樣很合理 明顯阿康妹妹又是順手測了抗原 兩人對視了一眼,雖然他們兩個都沒有出聲 但阿康說,憑自己對自己一個妹的了解 阿康妹妹當時肯定有著跟她一樣的想法 阿康妹妹,肯定是這顆XX給我 肯定是這顆XX給我 肯定是這顆XX給我 確認自己羊了之後 阿康第一時間想跟辦公室的同事單聲 但他又覺得很難開口 因為說真的,他不確定自己幾時羊 如果是在回家的路上羊 這樣也好一點,起碼沒有惹到同事 但若然上班之前又羊 那阿康不是憑一幾之力接近公司 嘩,我真是XX他 XXX 總而言之,阿康覺得自己千古罪人感 非常之XX 是XX到不請全辦公室喝他 一個星期奶茶是... 解決不了 接近公司請喝一個星期奶茶 可以當沒事? 天真 所行的是,辦公室所有的小伙伴 當晚就做了抗原 全部都是陰 大家都很健康 大家都很開心 除了阿康 當他得知大家都沒事之後 他鬆了一口氣 但很快 又陷入了無限的悲傷和自卑當中 為甚麼?為甚麼? 三年 三年 這三年來我手生如玉 死手綠馬 我連感冒也不敢得一次 想不到 我臨腦才來失身 我不乾淨 我以後還要面對我女朋友 你竟然養了 我猜不到你是這種人 我們分手吧 不要 你聽我解釋 是病毒陰我 我才會養 我也不知道我習慣甚麼 不過阿康很快就恢復過來了 不是因為他的心理素質有多好 而是當日我們公司另一個部門 有一個同事養了 阿康說 就在他見到那個同事說自己養了的時候 那種無顏面對江東父老 恐慌自己遺臭萬年的感覺 瞬間消失了 喔? 原來還有其他人養了? 全體目光向我看齊 我宣佈過事 公司接賣 不關我事 甚至因為接下來了那幾天 不斷有朋友和同事養了 阿康還開始有點失落 雖然感覺不太好 但他確實產生了一種 甚麼? 到處都是養嗎? 那我不是養得很不值嗎? 我才發了兩天朋友圈 的感覺 人這種生物很奇妙 無論身處多尷尬 多悲慘的景點也好 只要有識的人一起 那就沒有那麼尷尬 沒有那麼悲慘了 但如果一起的人多起來 反而有點不爽 不知道這些可不可以稱之為賤 但作為辦公室的領頭羊 阿康因為沒甚麼 可以參考的經驗 所以 在康復的過程當中 發生了很多曲折離奇的故事 有一天阿康一如既往地 開始拍藥 他拍藥的藥很簡單 就是退燒藥和小柴糊 小柴糊有沒有被廣告費 小柴糊是藥材 但那一天阿康喝了一口小柴糊 他就開始覺得有點不妥 為什麼藥沒有味 不是 小柴糊不是很甜嗎? 為什麼現在好像喝水一樣 難道 我開始沒有味過 阿康說他瞬間感受到這個病毒 他究竟有多麼陰毒 本身是令人生病 這些瘋的病毒 還要令人沒有味覺 神經病 還要是你回家 有住家飯吃 有媽媽靚湯喝的情況 神經病 如果沒有錢賺都夠頭痛 發冷 你多蓋兩張皮 你腳凍 你咬上頭咬住 但是吃東西沒有味 你人生就已經開始掛淡了 奧生 Mr.O 我 劇本來而已 我要這樣說 我不是藐視你 以上的情況 我也不想有 正當阿康覺得反食都沒有味覺 不如豁出去吧 嘗試吃榴槤或者螺絲粉 否則刺激一下會有好轉呢 的時候 他突然看到 那個小柴湖包裝盒上 印了大大隻的兩個字 毛糖 他很生氣 他很生氣 他當場生氣到爆 到底是什麼人 才會想得出 連藥都要做毛糖 喝奶茶吃零食 毛糖就算了 怕肥嗎 想健康 我理解 現在我也病到要吃藥 病到很不健康 難道這個時候 我還想吃包藥會不會肥 奶茶零食 就是每天喝 那天天吃而已 藥你有沒有理由每天拍 你這樣也無糖 少吃這口糖 如果是少10斤還是少20斤 想瘦就不是靠吃藥 是靠吃糞 以上的發言 我再說一次 是不代表月之一二的立場 更加不代表我本人的立場 我怕發燒 怕發難 什麼都怕 僅僅是阿康 我們這位前同事 在發病期間的 極度不清醒情況下的發言 說真的 毛糖的藥其實是有意義的 例如糖尿病的病人就十分需要了 大家都沒錯 去境一場 錯就錯在 阿康我自己買了毛糖 喪失味覺 雖然是阿康搞烏龍 不過阿康 羊了之後 的確出現了一些 很辛苦難受的症狀 據說其中最辛苦的莫過於喉嚨痛 網上對這種喉嚨痛 有一種很貼切 兼且很恐怖的描述 刀片過喉 嘩 你多有 黑社妹的感覺 但阿康說這個描述 還未夠貼切 刀片過喉 你最多不是 好 但他那幾天 是覺得有人 凌遲著喉嚨 你知道什麼叫凌遲嗎 你吃過北京烤鴨嗎 師傅 可不可以不要 拼這麼多刀 我怕痛 不行 我們這正宗北京烤鴨 一百零八刀 一刀不能少 唉 撲X 來好 來開始 先騙喉嚨 寶珍 為何我喉嚨變成這樣 頂你的肺 都不用再騙喉嚨 雖然阿康已經變了安寧容 不過好消息 他已經轉音了 現時他就坐在那個位 不要吐這麼大口氣 壞消息是 他依然是安寧容 都好像火車一樣走到那邊 咳到那邊 所以還是會受到 一大班同事的戒備 你聽聽聲音多麼 沙啞有力 最後我知道大家 近來心理都很矛盾 尤其是那些還未羊的朋友 前一陣子還是很煩 什麼時候才到我羊呢 近來又變成 不行我一定要九隊決賽圈 一方面是打算早羊早輕鬆 另一方面又怕買不到藥 又怕沒有人照顧 有人照顧都怕 萬一都被人家 一鑊數就慘了 到時候誰照顧誰 很難說 但阿匡 作為一個過來人 一個並不按摩優秀的 毒株的攜帶者 反覆發燒 都顯過喉 肌肉酸痛 起勢防皮 有時候不是皮 所有症狀有齊 都是一個星期就好了 他就說大家其實不用那麼害怕 還未羊 做好防護 能夠遲些羊 就再遲些羊 學中院士說的 越遲羊 羊了以後出現嚴重症狀的機會 就越少 甚至可能是無症狀 有時候羊了 又不用發燒 又不用放屁 有時候不是屁 不是多好 羊了也不用怕 記得準時吃藥 多點休息 多點飲水 放多點屁 那你放屁 可能是排毒的過程 你身體要放 你不是有 忍耐 你可能放多幾東西就好 總之就是一句話 充分發揮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美德 不是貧窮 是不惹事也不怕事 不也病 但也不怕病 我怕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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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特事 我怕我怕 不要搞我 什麼時候才到我羊呢 屁 最近羊變成屁屁屁屁 一方面想著早羊早輕鬆 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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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 確認自己羊了之後 阿康第一時間就想自... 來來來來來 那當然 難受師傅 杜德華是不是演了羊 很多人 杜曉明 我會說會是楊曉明那版的 當然是古天樂 劉德華 怎麼真的真的騙牛龍 好,他又生了笑 你向前一點 嘩,你... 你的麥克風近一點 你笑 他笑得很大聲 我真的想著 我真的... 我真的想著 我可以問你